各位家庭朋友 我今天就和大家去講磨蜜刀 工具用夠了就需要保養 尤其是刀具要磨蜜 但是我本身不懂得磨刀 所以我就在網上訂了一套定角磨刀器 就是桌面上的這一套 它是需要自己去組裝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怎樣安裝它和怎樣用它 將刀由鈍的壞的磨回來 首先介紹一下這套定角磨刀器的套件 它是由底座角度固定器 磨刀棒和磨刀石套裝所組成 如果你本身有LEGO迷網症 看不懂裝配套的話 你跟著短片去安裝應該都沒有問題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要將定角磨刀器的底座安裝好 在這裏有一件事要提一提 它的固定片裏面有兩塊 其中一塊是小的 上面有字 大家就要清楚 它的功能有兩個 最主要的功能就是 將刀夾在底座上面 第二個次要的功能 就是裝在前面這個位置 裝好之後 其實這個位置是用來夾剪刀 去磨剪刀的 但是假如你們真的有需要去磨剪刀的話 建議你們千萬不要用這個定角磨刀器 因為實在太麻煩 在網上參考其他YouTuber的頻道 其中有一個就是 蔡先生科學工廠 它裏面已經介紹過 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可以磨利把剪刀的 就是如果你把剪刀不利的話 你可以透過把剪刀 然後用剪刀不斷去剪刀 那你把剪刀 那你把剪刀 就會本身由不利 就變成非常之鋒利 就算濕了水的剪刀 說剪開就要剪開了 這個方法是很好的 這個頻道我都要好好去學習 因為 這個磨剪刀的過程 20秒之內就已經完成了 但是它可以拍到6分鐘 而我是完全看完的 裡面有很多的原理 它都在影片裡面講解了 如果你們覺得有興趣的話 不妨去搜尋去看看 那講回我們那個 定角磨刀器的刀座 那磨剪刀器的部分 我們通常都不用了 因為說真句 知道了這麼快的方法之後 實在太過廢時失事了 那我們拆開它出來 就把它裝回上面 最主要都是用來磨刀 而不是建議題 放在建議題裡 就把插刀器看下 然後就把插刀器看下 就是在建議題上 也要把插刀器看下 那顆插刀器看下 那顆插刀器看下 這個插刀器看下 那顆插刀器看下 就把插刀器看下 然後就不在那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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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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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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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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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刀油 如果沒有油的話 袋理箱那邊都說是可以用水的 都可以用水磨來磨刀 因為不是人人都有磨刀油 所以今天就會用水來磨刀 如果你最起碼連水都不下的話 就會像這一塊這樣 你磨完之後就會燒磨刀石 鐵粉就會吃光到表面那裏 那就不要得了 好 現在就在磨刀的之前 就要把磨刀石浸一層水 在磨刀石喝水的過程 我們就準備把菜刀夾到磨刀座上面 在夾之前就有一樣東西要做 就是準備一卷膠紙 就撕一塊掣出來 就把刀身貼一貼 大概貼中間這個位置 原因就是有些人的刀可能是家傳寶刀 磨刀座是金屬 它是金屬 夾上去的時候再加上磨它 那就很有機會就會化的 你要保護你的刀身 就一定要像膠紙 現在把菜刀就準備好了 磨刀石都吸夠水 現在就準備磨刀了 因為把菜刀的刀鋒變形的情況比較厲害 所以就由最粗的磨刀石做起 再告訴大家 雖然刀鋒的角度其實是個人喜好 越斜就越鋒利 但是千萬不要無限量選最斜 因為如果你的刀鋒越鋒利 即是代表它就越薄 越薄的話 它就越不堅固 對於切肉刀 應該就沒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好像把菜刀這樣 要斬骨的話 它太薄的刀鋒 就很容易會斬崩刀 我現在就調整大概是30度 因為刀座的斜度是30度 所以如果它的磨刀石 也是水平地面的話 它就會是30度 刀鋒的斜度 我現在就大概是水平 就可以了 可以開始磨刀石 然後時不時要添水在上面 如果磨刀石太過髒的話 有需要就拆它出來 洗一洗它 洗一些粉出來 那磨刀的過程 什麼時候停 和什麼時候我要換另一邊去磨呢 其實 探考網上的資料 大概是有三個情況的 三個情況都達到的話 這樣就可以換另一面 第一個情況就是 刀鋒的闊度 適合你的心水 第二個就是 你推磨刀石的時候 很順手 即是說這個刀鋒面已經完成了 最後一件事就是 你磨完之後 這一邊就讓你做好了 另一邊應該會有些少許披口 你要順著刀鋒去磨的時候 你會發覺到 那邊有些披口毛邊 出來是刮手的 亦都是代表著 我可以換另一邊去磨 就好了 打磨完後 最後的狀態就是這樣 刀印也挺漂亮 當然不是專業 因為業餘機 我不會磨刀的 但其實還未完成 因為還有一個步驟 忘記了叫什麼名字 好像叫做收刀 如果錯了的話隨時指證一下 收刀的步驟就是剛才還沒說過 我們換磨刀石的時候是摸順了 但另一邊會有少少刮手 即是有少少的毛邊 披口 我們要修整這個少少的披口 令到兩邊的斜刀是一致的 外面有些工具 例如皮帶或磨刀尺 因為這裏沒有 我選擇一條大約是 多少號 選擇一條大約是 1200號的磨刀石 對呀 這樣就把木邊拆開 要很輕手 好 感覺上可以了 現在先試一試 都可以 我覺得如果再仔細地打磨的時候 應該會更加膩 不過要煮飯應該也沒問題 好了 多謝你們收看裝修華工作室的短片 如果你們覺得內容好看又幫到手的話 歡迎你們訂閱和Like我的影片 多謝 多謝